Hello 大家好 莎姐 經常聽到一些抗爭者 說香港政府撕裂了香港 其實不是的 是誰撕裂香港 是你們撕裂香港 我舉個例子 我見到一個Facebook 黃藍嘟嘟嘟嘟 他會列出一些黃絲餐廳或藍絲餐廳 為何要列出 這些是你們撕裂香港 黃絲餐廳又怎樣 藍絲餐廳又怎樣 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訴求 我不會因為他寫了香港人加油而不光顧他 也不會因為他寫了撐警察而故意去光顧他 因為我覺得我吃東西 香港是自由的社會 我吃東西我就看餐牌 價錢好不好吃 我不會因為你是黃絲餐廳 香港人加油 我自己是黃絲 所以幾百元一餐我都會吃 我不會 我不會因為他是藍絲餐廳 撐警察 我要幾百元一餐我都會吃 我不會 我覺得一個午餐廳大概五十元左右 我會考慮 如果他有三十多元 我基本上不會太考慮他味道 只要他不難吃 沒有伏的 我就已經會吃了 如果你說我要七八十元或者一百元一餐的午餐廳 你藍絲又怎樣 黃絲又怎樣 你煮得不好吃 你貴我都不會光顧你的 是不是 一百多元 要我吃一餐 要一百多元 我或是你黃絲還是藍絲 我就不會光顧了 一百多元一餐午餐廳 我不如加多一塊水 我美麗華都能吃到午餐廳 蒲菲 是不是 還有很多東西吃 所以我覺得 根本一般人就不會考慮這件事 是藍絲黃絲餐廳 是你們做出來 整個list 故意告訴別人 這個是藍絲 這個黃絲 是你們分裂香港 關政府甚麼事 這件事不是政府做出來的 政府不會說這個是藍絲餐廳 這個黃絲餐廳 是你們自己做出來 是你們要分裂香港 我覺得其實你們經常把責任推了給別人 還有你們經常說 我們要一人一票選特首 香港政府不代表我們香港人議員 難聽說 你又代表我們香港人議員嗎 你有沒有給我們一人一票選你們 我不想選黃之鋒做這個領袖 我也想選個英俊一點 你有沒有問過我 是不是這樣說 你們只懂得說別人 但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們說抗爭犧牲難免 你們自己犧牲就算了 為甚麼要找小市民來犧牲呢 為甚麼要找小市民 找雙普來犧牲呢 你有沒有去參與非法摘劫的時候 你有沒有派傳單告訴別人 我們將會非法摘劫 你們肯不肯 支持我們 萬一有甚麼損傷 我們是不負責 你是否制不制 你是不是會派出文卷問他們 然後看看他們回來說制不制 然後你才開始非法摘劫呢 你沒有啊 你是否照非法摘劫 你照扔東西 打爛東西 是不是 你哪有呢 你有影響人做生意的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 有影響你做生意的 你會不會介意的 你有沒有發文卷問過人 你有沒有問過其他香港人 我們願意為你犧牲到多少 喂 你說不是的 我基本上已經問了 就是全700萬港人的了 他們都願意犧牲的 他們都願意我打爛東西 他們不介意的 那你就繼續做 但好像傳說中 你們都沒有問過我們 你都沒有問過問卷 難聽些政府 都會有循例實行 某些事情不適合你 他們都有循例通知你 你有沒有在我們大校門口黏啊 有沒有在每個屋苑那裡黏啊 我們將會什麼時候去非法摘劫啊 可能會影響到你們 你們有沒有做到啊 你們連做都沒有做啊 問都沒有問過啊 你這些叫民主自由嗎 比政府還差啦 是不是 政府有時候都會出資訊文卷 你自己做不做 你自己去看不看一件事 但是政府循例也有諮詢過你們的 你們不理會 跟著實行了你們又吵 是一件事 但你們連諮詢都沒有諮詢過我們線運意見 你們沒有諮詢過我們說 我們打爛交通燈可以不可以 你們接不接受到啊 你有問過嗎 沒有啊 你連知會都沒有啊 你不要告訴我們 我們那天就非法摘劫了 我們會打爛多少條交通燈啊 你們會打爛多少條交通燈啊 你們那天你們第二天就早點上班啊 有嗎 沒有啊 搞到我現在經常上班時間都不定啊 搞到你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民主的 正如你們有些人說 如果我們選的特首做得不好 我們要剪飛 一樣道理 如果你有文卷問過我們 喂 我們會打爛交通燈啊 又怎樣啊 你們制不制啊 我們制的 我們就自己早點上班啊 對不對 沒問題的 你問都沒有問啊 你打爛了交通燈啊 打爛了人家的ATM啊 哦 接著你們又說 這裏什麼那裏什麼呢 那誰陪啊 我們是不是應該和你621那個陪啊 問題是要申請的 人道基金那裏申請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 口就可講民主 其實你們民主都是 真是口講 真是口講 這個民主是用來講的 即是如果你問過了那條街的商鋪 那條街的商鋪說 我不介意 我支持你們的 你們繼續吧 這樣就可以繼續破壞了 你們就繼續打爛交通燈 搞什麼 你問過了市民的那條尼頓道 你介不介意我們打爛的交通燈 我們說不介意 就高壓黑了 你問燈的大致部 我們那天會非常疾結 你們會打爛些什麼 你們自己小心 你明天上班自己早點 那就OK了 我們會打爛地鐵 那就OK了 你問都沒有問 你又要求政府要問你 你不要多餘了 你們自己都沒有問人 要求政府問什麼 政府沒有得到你們同意 你也沒有得到我們市民同意 我們市民有多少人出聲說不肯 你有沒有採過我們 這些就是假民主 大家看真點 這些是假民主 這次講到這裡 OK 拜拜